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今天发生了哪些事 这八年来所呈现的基隆 所呈现的市长的政绩 还有在城市保安会里面浓缩了这些意涵 是其他城市的指标跟模范 而且也让其他的城市感受到基隆的障碍 但我其实真的很想问 市长 你为什么要创造障碍呢 每一个市长都应该是在这里扳开障碍的人 然后来成为这座城市要前进未来的垫脚石 和下一位的领导者创造更好的环境 然后来带领基隆人继续朝向 让每一个人可以好好生活的这个城市的目标来前进 所以我觉得说作为一个其实希望人要来接任的市长参选人 我认为市长放了非常多的亮点建设 却留下了太多你没有办法好好解决的障碍 市长林又昌大宣史解释 障碍指的是标准 成为这种议员这样子的诠释 可能会有一些落差 并不是我制造障碍 所谓的障碍的意思 是别人讲说现在有基隆障碍 为什么现在有基隆障碍呢 是因为基隆现在的成果 还有现在我们的标准高了 高的时候 这个人家要超越 超越的时候变成是一个障碍 是这样的意思 并不是市政府或者是我个人去创造障碍 没有人要去创造障碍 这个障碍指的是标准 陈维仲肯定林又昌八年来确实有很多建设 林又昌年底即将卸任八年推动的市政建设 让大多数议员都很肯定 不过也有许多地方关心的建设都还没有完成 像是市议员张耿辉就质询 基隆河七堵段自行车道串联新北市 何时可以做呢 那基隆河你私底下来可以问我们公务处长 市长串联的话 沿途的话 脚踏车要不要冲去站 那些要不要景观台 要不要停车场 要不要公厕 你要相关的联系 不是说一点八亿你就够了 还有新北市 基隆河是两岸的 他会做到我们基隆市这一段吗 不可能吧 那你做起定你也不可能吧 所以当初为什么说五点二亿 五点二亿 那你都好像说一点八亿 你就不好像不再争取了 其实那是不对啊 市长林又昌达巡表示 受限经费先做一边的河岸 可以先接通新北市的工作 基隆河岸的自行车道 这个一点八亿 现在目前已经差不多接近完成的一个阶段 应该在十月份 我们基隆河的这个自行车道 可以来开通 那过去需要五点二亿 是因为我们两岸都要做 我们两边都要做 那现在一点八亿 我们先让整个 基隆河的自行车道 可以从新北汐止端 可以进到基隆市区 然后沿着基隆市区 基隆市区的河岸 然后一直串接到暖暖 然后再接到新北市 我们先让这个先串起来 那因为之前五点二亿是两边都做 而且还有一些跨基隆河 的这些工程 所以过去会比较高是这样子 张耿惠也特地在邀集主管单位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人员到现场会刊 要求依照市长林又昌的指示 尽快完成自行车道 接通的工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立法人蔡司英见证下 在水公司代表与社区馆会主委进行签约 基隆市中山区副都新城社区 40年来漏水问题终于有解 让当地中和里长及社区馆会主委相当感激 以前副都经常流水 经常叫我们理事长过去看 大家都收落水 水说盘很多钱 流很多钱 这次也浪很多钱 大家就叫蔡司英秘书 蔡司英立法委 还有张平均议员 都过来到看 到说 到现在两年多来 有一个生意 我们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然后特别感谢蔡司英服务处 然后跟张平均服务处这边的协同 然后在这两三年的时间 跟着我们一起讨论开会决议 然后一直帮我们想办法去 处理这个水质跟高地公责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感谢 不过要达成这项成果可不容易 立法人蔡司英回忆两年多来 光是举办会刊协调就不下十次 而在大家同心协力沟通整合下 终于解决富都新城的用水问题 我当时非常感谢李一掌 跟我们张秉娟张议员 帮忙把这个社区管理会的意见 把它整合起来 那接下来后来在这个分配款的部分 我们也帮忙来协助 所以后来富都新城的相关的 这样的他们把他们的这个预算 他们的配额款整理完毕之后 那事实上刚时的预算因为不太足 所以我们也特别请水公司重新再检视 整个案子 高地供水的案子 能不能做更有效的一个检讨 那也感谢水公司 最后重新检讨出一个金额之后 那也跟富都新城这个地方的住户 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所以今天来这边做一个 见证签约的仪式 其实我跟蔬菜里长都相当的欣慰 因为这四十几年来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在我们两个的努力下 并藉由蔡世英立委的协助 总算可以一次性把它解决的 这我相信我们未来的居民 再也不怕有漏水的问题 很高兴今天能够看到我们富都新城 他们经过我们行政院的 高地供水专案 能够让他们社区整个 自来水管线更新 在正式签约后 自来水第一区管理处方面表示 今年度会完成发包作业 预计最晚明年初进行施工 将台湾一公里长的输水管线 及抽水机更新 工程经费约2500万元 包括台湾管线 大概一公里 我们将原来的塑胶管 改成原性铸铁管 包括整个水池要做改善 还有会把抽水机的部分更新 除了完成签约的 幅度新城社区 蔡世英透露 今年度还有两三个社区 表达高度的意愿 他会持续协助争取 足以解决 基隆高地社区供水问题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道 没有台词 光靠纸箱等简单道具 加上表演者丰富的肢体演出 就让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 为了让艺术教育向下扎根 金融市文化局 今年邀请反面穿五道剧场 到中山幼儿园及仁爱与 软软妇幼三所学校演出 金融市展露昌特别到软软妇幼 陪小朋友一起观看改编制经典漫画 史努比与查理布朗里的角色 奈勒斯的小臭背故事 我们非常重视 这个我们金融市小朋友的文化跟艺术的教育 所以在六七年前我们就开始进行 所谓的艺术厢厢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在分成不同的层次 比如说我们会进到社区 比如说我们会在这个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 全部通通都到这个大的剧院去看表演 那另外呢我们也跟文化局 教育处跟文化局合作 让这个教育能够进到校园里面 那现在是向下扎根了 也进到幼儿园 所以今天的这个表演活动非常的特别 你看它都没有任何的台词 只有肢体的一个动作 然后让小朋友用最原始的一种 这个武感去理解或者去体会 表演者到底在传递什么讯息 或者传递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语言 这个是我们一个艺术扎根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所以今天你看小朋友其实最小的只有两三岁 然后最大的也只有五六岁而已 所以但是小朋友看的都非常的一个专注 我觉得这是把文化跟艺术扎入小朋友的心理 让他们了解到文化跟艺术 其实跟生活是完全没有距离 接级邀请艺文团体深入地方的立法人蔡思英也透露 年底还会有多场亲子剧团到社区演出 艺术教育扎根也是他未来推动的重点 从我有机会担任公子以来 我们其实努力在推动艺术向下扎根 例如说我直接多年的推动小新华儿童剧团 在基隆市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那每年其实都有在做 那虽然因为疫情稍微延缓了一点 但是这个事情是我们一直努力在推动的 那我也发现到基隆市的市民对于亲子剧团 非常的喜爱 那亲子剧团过去不容易进到我们的基隆市里面来 那过去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已经出来了 那我觉得除了到学校之外 到社区的表演 仍然是我重要推动 而且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说我未来会把这个列为重点 那其实在我们今年年底 也有几场的亲子剧团 会继续来基隆来表演 像我刚刚提到的儿童剧团 像小青蛙剧团 他们也有表达有意愿 再来基隆表演 那我会来继续来接下他们 基隆市蛙局长陈建平表示 出了三场到幼儿园的戏剧演出 基隆市国乐团从十月起 也将到基隆市五所国小巡演 十二月则将与教育处合作 办理艺术教育剧场 邀请全市国小四五年级学童 到演艺厅欣赏全新制作的戏剧演出 让艺术教育陪伴每个孩子快乐成长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抓住夏天的尾巴 欣赏闪亮亮的海景观光 九月二十四号礼拜六 一起来基隆市外幕山走走吧 全国万人见走大会吃 健康乐活 来就送精美纪念品 现场还可以抽大奖 九月二十四号上午八点 与你相约在外幕山渔港前光创 此云寺钥匙否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庸 钥匙否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 目科解王的辉鸿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请来点钥匙否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自一次钥匙否店 参拜感受法喜 各位朋友请注意 土地如符合地价税自用 及减免规定者 请记得于九月二十二日前提出申请 错过要再等明年咯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金星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避沙鱼港堤防旁 三名人员停留在岸边 岸上一名女子负责指挥 两名同伙划着橡皮艇来到海上 没想到下一秒 女子手拿宝特瓶就往水里乱丢 接着后退找角度架设手机进行拍摄 而小艇上的人迅速上前打捞垃圾 我是有看到他们来清洛寿 你有看过 好像他们一来就 好像四个人一直过 民众影片拍摄地点是在基隆的必杀鱼港 港口的清洁工作 是由基隆市政府委外来处理 但现在却传出厂商 疑似自导自演 这是他们个人行为 不是我们老板这样子 他们我今天讲 我们背黑锅背的够多了 必杀鱼港假日总是吸引不少游客 到基隆与登岛也是从这里出发 但海面上出现不少漂浮垃圾 影响市容观瞻 市政府委外包商进行清洁工作 但没想到现在却传出了负面印象 有民众拍摄到有人将垃圾丢到我们必杀鱼港里面 针对这个行为我们有先做初步调查 那这个行为人疑似是我们清洁厂商所雇用的人员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会先针对行为依据鱼港法 财罚3到15万元 另外我们现在也在调查 这样的行为是厂商的计划还是个人行为 那如果是厂商的计划 那我们会回到合约去做办理 那如果情节严重属失 那最终我们会跟厂商来做节约 并办理相关的酋长 究竟是厂商的计划 还是员工的个人行为 都还要在调查 不过这个举动不仅破坏水上的生态 还可能涉行到柵领工堂 政府强调将会在慎重的调查厘清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经过整修这座西班牙时期 新建的历史建物龙木井已经换来新 为了改善和平岛阿拉堡湾入口意向 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与都市发展处及文化局等单位吸手合作 将龙木井广场及凉亭 重新塑造成阿拉堡湾聚落的新亮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龙木井 把这个顶盖恢复了 这个原来的很朴素的样貌 然后让一个清洁做好 那另外呢 在这个龙木井的顶盖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一些设计 那把这个整个文化历史的故事 把它雕刻在这个顶盖上 所以这个地方也兼具了 不仅仅是文化观光 那同时呢 更重要的是也让居民 还是有取水的需求的时候可以使用 那第二个部分 在旁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也用海浪的意向 做了一个 把原来地板破裂的地方呢 我们做了一些整理 然后让这个木地板 可以做一些 这个美化的这个部分 那最后一个就是 在旁边有一个凉亭 那这个凉亭呢 是我们跟居民讨论之后 他们希望在阿拉保湾部落 也有一些原住民的元素 所以呢 这个地方他们希望有 这个原住民过去 在部落里面都有一个料望台 因为这里是一个入口 所以这个料望台 我们是用了部落的图腾 去拉线 然后把这个原来的 很破旧的这个 粮亭上面的这一些建物呢 把它去除了 然后把这个料望台盖起来 透过大金融历史场景2.0的串联 我们委托了官交处 来做一个美化 而且跟部落的厨房有一些连结 我想文化之所以要保存 其实是要让它生生不息 那透过观光的手段 来进行整体文化路径的一个改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结合 我的名字叫感兆 感兆 拉弓射箭 化身神射手的金融市场流航 几乎百发百中 让一旁的原住民头目与居民 都竖起拇指大战 除了重塑入口异象 在这条文化路径上 金融市政府也将聚会所打造成 未来部落再生的核心区域 游客不只可以在这里 成为部落勇士体验射箭 还可以品尝到和平岛特产石花洞 即从海里的冰箱采摘的中罗等新鲜食材 所制成的道地原住民风味餐 刘洋商强调这不仅是单纯的文化修复和部落再生 透过市政府跨局处分阶段的合作 整合文化历史观光及地方创生 让阿拉宝湾聚落成为和平岛观光新据点 也为部落族人带来再生新经济 及提升生活品质 未来像这样子的一个部落厨房 我们相信在阿拉宝湾这个地方 以后不止一间 它可能会有两间三间四间五间 可能会有更多猪人部落的妈妈 她看到了 所以她也想把这个家里面 她的这个私人的料理 私人的这个手艺 来这个跟我们的文化观光的这些 游客来做分享 那这个就可以达成一个部落经济的一个循环 西洋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正文表示 目前已经规划了五条深度体验游城 透过专业导览老师介绍 及在地阿美族人的参与 让游客不管是到瑟寮东炮台 还是和平岛阿拉宝湾 都能探索秘境走近聚落 亲身感受历史文化的轨迹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32校超过500位学生 摩拳擦掌挑战趣味荣州板竞赛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除了站学体之外 可以参与到很多不同的活动 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然后让船越快 这几年来的向海致敬的政策之下 这个水域安全事件平传 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趣味的方式 让更多的西洋市的这个各级学校的学生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展安 西洋市政府为了这个推广水域安全 以及这个就是让小朋友 更多元的去体验水域活动 我们跟海洋大学合办这个2022 把龙州板去位竞赛体验 那除了让小朋友体验水域活动之外 也训练这个团队合作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要 把龙州板往前这个滑行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借由这个活动 除了推广水域安全之外 也用气味的方式来让小朋友 学生来体验这个团队合作 那相信这个活动都非常受到基层老师 以及基层学生的一个欢迎 那未来会继续提供 除了海上紧张刺激的去位龙州板竞赛外 岸上还有两座超大型的清水体验池 主办单位宣导救命武部防匿十招外 还与学生进行互动式的水域安全宣导 让学生在欢乐的情境下认知与完整的学习道 开放水域活动时需要注意的安全 自救与防匿事项 好玩 下次还要不要再来 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行经鸟居石灯笼 沿着阶梯走往神社遗迹 这一座位于黄金博物馆后方山腰的金瓜石神社 创建于1898年 是台湾史上第三座神社 也是当时地方重要的信仰指标 不过受到战争的损坏 仅存两座鸟居 集展石灯笼及设定的地基与粮柱 这是天高和日本是一个古籍 这个古籍很有名的作材 这个山神社是第二代 第一代是在顶头四层 黑金的床口 因为采访有大型的名字 这位他拌下来的柯 这是第二代 第二代就是我们家河 十年一年手的完成 做这个地盔 因此从2017年起台电 启动神社修复计划 以残疾保留及保护梁柱 不倒的方式进行修复 过去大家来黄金博物馆游览 那因为神社没有特别被指出 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修建 所以大部分的游客 那是经过而不制造 那那个神社事实上是在 黄金博物馆背后的半山腰上面 今天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参观 那希望未来它会变成一个 台湾我们的国民 觉得心目中必来的景点 台电古籍修复成功 掌声鬼 在台电代理董事长 经济部次长曾文生敲锣下 历史五年 百年神社在中秋节重献四人面前 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 感受成风已久的百年矿山历史 看起来很漂亮很壮观 对 没有来过 第一次来 其实是来九分好几次 然后我是来这边 我是外国人 然后我是觉得今天刚好来这里 然后看到是第一天开放 我觉得很不错 然后我朋友有介绍说 这边就是日本以前的一个建筑 那我觉得是对我来说 日本跟台湾文化就是 我就是很有兴趣的 台电修复古籍的用心 也获得地方赞扬 直说相当感动 台电在维修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有看到说 他们发现竟然 附近还有一些残疾 后来又再次跟文化局提出一个修正的一个用心 后来连同神社附近的这个喷水石 也一并的展示 其实真的很感动台电这一次 很用心的来帮我们神社做一个古迹的再延续 来这样就是有了 然后你就按一下 下 除了维护古迹现状 修复团队更将古迹与AR科技结合 怀孕年第二代神社的木制了居与玉神等等 游客只要用手机扫描QR后 就可以看到这些已经消逝的百年历史场景 甚至能和他互动合照 科技的方法让过去的历史面貌 历史建筑面貌 能够在你的手机中呈现 那这是一个扩张我们体验方式的一个新的办法 坦白讲 最近很流行元宇宙 我们的世卫部还有一个跟宇宙相关的科 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过去这一些 跟未来甚至对未来的想象 透过这些动画跟特效的形式能够呈现 让大家的想象的更够更有发挥的空间 台电方面提醒 由于黄金博物馆本山五坑出坑口 还有零星工程必须暂时关闭道路 因此金瓜石神社正式开放时间会再另行公告 台电方面也透露 后续将针对太子宾馆等历史建筑做修复工作 希望早日修复完成对外开放 让游客能更完整体验 百年黄金三层的人文历史魅力 记者张吉腾新北报道 采用创新推广模式 蚵仔 因为珊瑚和蚵仔几乎都是栖息在新竹的 海洋保育巡回教育活动 教师研习工作坊 即事办教学活动 以海洋大学团队所设计的海洋保育教具进行教学 透过宗子教师把这样的相关海洋保育的相关观念 能够散播出去 最后甚至能够开发结果 对整个我们海洋保育的知识 能够伸直到每个中小学生的心里面 也更让我们整个海洋国家 海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能够受到更好的一个保护 有请杨望全校长帮忙公布 眼交地形放入长报图 海洋保育巡回教育活动锁定国中国小的学生 期待透过实地走访 将海洋保育带入各县市的中小学课程中 也期待透过今年度各场次活动 让海洋保育观念向下扎根 并培育更多海洋保育种子教师 扩大海洋保育的观念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用不同的形式与妈妈再次相会 这部结合科普及生命教育的科学少女电影 开启了观赏者对AI机器人的进化与功能无限想象 证明国中把科普教室搬到电影院 全校师生在基隆秀探影城包场看电影 老师结合科普、AI、性评、生命等教育议题 为学生设计学习单 让这一场兼具理性与感性的工艺演出更有教育意义 我们把教室搬到电影院 然后看电影来学科普 用不同的方式做科普、AI、性评还有生命 这四个面向的学习 这部电影结合了性评、科普还有生命教育的议题 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次观影经验 刚刚欣赏完同学们都很有收获 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男女只要认真 不分性别 只要认真都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让我看到了AI的力量 然后希望未来也可以就像电影呈现 我看完这部影片 让我思考了AI对于人类的优缺点 那我也希望可以往这方面去发展 看完这部电影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珍惜周遭的人事物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突然离我们而去 那如果他们突然过世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 因为他们一定不会希望我们很伤心 校方相当感谢制片单位华影国际 在基隆的首场工艺场次 提供给正兵国中全校师生 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其他弱势孩子能在基隆在地企业的赞助下 也有机会观赏科学少女的机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